第七十一章,孙悟空出现,李清赵放下手中的银枪,眼神迷茫,就在这时,只见李清赵胸口光芒一闪,一只银毛猴子出现在李清赵身前。 哼,猴子怒喝一声,李清赵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师父,李清赵看着猴子的背影,眼眶一红,他与孙悟空已经十年没见了。 猴子化身手中出现一根棍子,他将棍子对着地上一除。 整个金刚伏魔阵微微一震,宋经声瞬间消失。 瀑布阵的五百僧兵遭到反噬,全都喷出一口鲜血。 嗯?太已惊鲜地化身,火头驼身形一晃,悄然入阵。 猴子化身一棍砸向金刚,金刚被一棍砸成一堆金线。 哼,一只火焰手掌拍向猴子,猴子眼中桀骜之色闪过,双手持棍砸向火焰手掌。 北巨卢舟正在炼化定海神珠的孙悟空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察觉自己留在李清照身上的猴毛被激活了。 难道小丫头遇到危险了? 孙悟空看着炼化到一半的定海神珠,脸上略过犹豫之色。 有一封老道在,想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孙悟空想着,闭上眼睛,准备继续炼化定海神珠。 但是,没过多久,孙悟空发现自己的化身居然被摧毁了。 这一下,孙悟空再也无法淡定了。 他挥手,炼化了一半的定海神珠收了起来, 然后一个跟斗,离开了北巨卢州朝东圣神州而去。 金刚伏魔阵中,火头驼看着变成一根猴毛的化身, 脸上露出好奇之色,他很好奇, 这化身的主人究竟是谁,居然能够用一个化身挡了自己全力一击。 李清照身手接住猴毛,猴毛落在李清照的手中, 突然一震,然后化为飞灰,消失不见。 小丫头,是你自己乖乖束手就擒,还是让本王亲自动手啊? 火头驼冷笑着说道,他本是阴山鬼王, 被地藏王菩萨度化,但他的性格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李清照见师父的化身被摧毁,眼中流露出愤怒之色, 捡起银枪,然后化作青莲,顿取真身。 火头驼见状,嘴角微微上扬,掌心凝聚一团幽明火焰。 一朵青莲在火头驼身后绽放, 李清照的身影出现,手中银枪,直取火头驼。 哼火头驼一声冷哼,反手一掌, 一团幽明火击中李清照胸口, 扑李清照道飞了出去,胸口一片漆黑, 却是被幽明火锁伤。 李清照脸色苍白,看着火头驼,眼神中流露出恐惧之色。 一根猴毛飘出,再次化作孙悟空的化身, 猴子怒吼一声,挥舞手中,棍子砸向火头驼。 猴子,永远是这么讨厌。 火头驼对着猴子化身一指,猴子化身一僵, 然后散落成一地飞灰。 又一根猴毛在空中燃烧, 李清照紧紧握着胸口最后一根猴毛, 他不想师父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 就这么消失了。 火头驼说道, 小丫头, 你身后那只猴子倒是的确有些能耐, 一个化身, 怕是都拥有一般太乙惊仙后妻的实力。 可惜他遇到的是本王, 本王最擅长的便是对付化身。 李清照眼眶一红, 说道, 丑八怪, 我师父回来知道, 你欺负我, 一定会杀了你的。 杀我? 本王纵横明鉴, 还从来没有谁敢妄言杀我。 火头驼哈哈大笑起来, 作为阴山石王之一, 火头驼的实力, 尽管只是在石王中垫底, 可以比普通的太乙惊仙强大许多。 李清照没有继续说话, 他只是紧紧地护住紧忙, 不想师父的化身再被激活。 火头驼飘向李清照, 伸出手, 准备申请李清照。 大胆, 谁敢欺负俺老孙的弟子?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爆喝, 一根晴天大柱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在金刚浮魔阵上, 金刚浮魔阵受不住这强大的攻击, 瞬间解体。 火头驼伸手挡住余波, 待余波结束后, 他看到李清照身前, 一只银毛猴子正背对着自己。 李清照看着自己的师父, 眼眶一红, 尼南道, 师父,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清照都以为你不要我了。 孙悟空看着受伤的李清照, 眼中流露出心疼之色, 伸手抚摸李清照的额头, 一团清凉的能量, 堵入李清照体内。 李清照感觉胸口一凉, 被幽冥火击伤的胸口, 瞬间复原。 你就是这丫头背后的太义惊仙。 不错, 能够发出刚刚这样的攻击, 看来是个难得的高手啊。 火头驼看向孙悟空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凝重, 他能够感觉到孙悟空体内那爆炸般的能量。 孙悟空回头看向火头驼, 语气淡漠地说道, 俺老孙不管你是什么来历, 伤了我的徒弟, 你就得死。 哈哈哈哈, 好狂妄的妖猴。 火头驼哈哈大笑, 似乎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丫头, 你等着, 师父给你报仇。 孙悟空说完, 身形一晃, 已经消失在了远处。 嗯嗯嗯? 火头驼眼神一鸣, 下意识抬起头, 下一秒, 孙悟空抡起棍圆两一棍, 狠狠地砸了下来。 轰, 孙悟空一棍砸向火头驼, 火头驼慌忙闪避, 然后抬手一团幽冥火射向孙悟空。 孙悟空感受到幽冥火的能量, 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张嘴一吸, 居然直接将幽冥火吞入腹中。 在俺老孙面前使用冥界的力量, 真是不知死。 孙悟空自从修炼明书后, 便已经能够调动所有冥界的力量了。 这幽冥火是诞生在冥界的一火, 自然烧不到孙悟空。 火头驼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眼神中不由流露出惊骇之色。 轮回, 孙悟空手中混源两一棍一点。 虚空中, 一个混沌漩涡出现, 一股玄傲的能量降临。 火头驼神情大变, 他虽然被地藏王菩萨度化, 成为了佛门信徒, 可他毕竟是鬼体, 对轮回之力, 基本毫无抵御能力。 不, 火头驼大叫着, 身体不受控制地飞向漩涡。 阿弥陀佛, 道友, 我们又见面了。 眼看火头驼就要被吸入漩涡, 突然, 一轮烈日出现, 护住了火头驼。 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出现在火头驼身前, 两位菩萨神情严肃, 孙悟空的突然出现,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你们两位秃驴, 还活着呢? 孙悟空被两位菩萨坏了好事, 冷哼一声, 担心李清照会有危险, 身形晃动, 回到了李清照的身前。 第七十二章, 达西鲁的算计, 孙悟空护着李清照与日光, 月光两位菩萨, 外加火头驼三人对峙, 一时间谁也没有敢轻举妄动, 无量天尊。 一封道人的身影出现在了孙悟空身边, 一山道人, 一尘道人也相继出现。 日光菩萨见一封道人出现了, 知道奈何不得孙悟空, 只得带了火头驼离去。 孙悟空看着日光菩萨等人的背影, 眼中流露出不屑之色, 但他也知道, 这两位菩萨不是简单的人物, 所以也没有追击。 孙悟空带着李清照回到临安城, 从李清照口中得知了自己离开这十年来发生的事情。 宋经两国依旧在为道统之争而相互厮杀。 这些年来, 佛门高手逐渐占据了上风, 不仅是宋国, 包括汉国、 民国。 这些年来也都遭到佛门的步步紧逼, 连连战败。 孙悟空还得知, 这场道统之争, 各方势力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绝对不得动用大罗金仙级别的战力, 能够出手的最强修士便是太乙金仙。 原来如此, 佛门修士擅长肉身搏杀, 道门修士在这方面要逊色于佛门, 所以才会屡屡受创, 不过道门修士一旦突破大罗境界, 那么在神通一道上就会胜过佛门, 两者之间倒是各有千秋。 孙悟空精通辅道两门之精髓, 现在又修炼了明书, 一身修为和神通, 同级难逢敌手, 对辅道之间的优劣也颇有见解。 李清照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他得意地施展自己领悟的神通, 清连妙述, 当孙悟空看到李清照画连后, 也不由大感兴趣, 因为就连他也没有办法看透李清照这种艺术。 孙悟空夸赞了李清照一番, 夸得李清照眼睛都笑得弯了起来, 就像两轮小月亮。 孙悟空站在皇宫顶上, 看着天空的月亮,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飘忽起来。 一封道人出现在了孙悟空的身后, 说道, 孙悟空, 这次多亏你及时赶回来, 不然我大送, 可就威仪。 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语气不欲地说道, 老头, 安老孙走之前曾经嘱咐你好好照顾我那徒弟, 你却让他以身犯险, 若非安老孙及时回来, 恐怕现在小丫头已经落入了佛门手中, 这件事情你需要给安老孙一个解释。 一封道人文言, 脸上露出苦涩之色, 说道, 孙悟空, 此事的确是老道的错, 老道没想到佛门居然会藏一个太乙经仙在阵中暗算清照失职, 因此不妨, 好在大错未成, 不然老道也唯有一丝谢罪了。 哼哼, 老头, 你别以为这样说安老孙就会原谅你, 你和佛门的争断, 安老孙就不掺和了, 我要带走小丫头。 孙悟空不想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 正好和须菩提祖师约定的五十年之期已经快到了, 孙悟空准备带着李清照去见须菩提祖师, 这, 孙道友, 你难道愿意眼睁睁看着佛门占据东圣神州吗? 一封道人听说, 孙悟空要走, 顿时大惊失色, 如今在这东圣神州, 道门已经落入了下风, 孙悟空这个太乙精先巅峰的战力, 可是足够扭转乾坤, 一封道人说什么也要将孙悟空留下。 孙悟空冷笑道, 东圣神州是归道门还是佛门? 与安老孙何干? 佛门不是好东西, 道门也不见得有多好。 一封道人无奈, 只能哀求道, 孙道友, 清照家晓都在这临安城中。 你若是带他离开, 他的家人怎么办? 修道者虽然需要抛开凡俗, 可清照毕竟只有十多岁, 他恐怕无法割舍亲情。 孙悟空沉默了一下, 然后冷哼了一声, 纵身一跃, 消失不见。 一封道人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然后身体化作一缕青烟, 消失在了皇宫顶上。 金国大军依旧包围着临安城, 可是他们不敢擅自发动进攻。 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还有火陀陀等人聚在一起, 商议战情。 日光菩萨说道, 如今辽国已经打入汉国国都, 十八罗汉得到加兰菩萨相助。 汉国败王只在旦夕, 我们若不能攻下宋国, 岂不是显得我们未来佛一脉不如他现在佛。 月光菩萨点了点头, 说道, 师兄所言极是, 只是那只神秘的猴子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有那只猴子在, 我们面对一封道人, 便很难占据上风。 火头陀想到孙悟空那强大的轮回法术, 不由露出后怕之色, 说道, 那猴子太厉害了, 依我看, 应该和冥界有关系, 或许是冥界暗中插手, 帮助道门。 日光菩萨文言, 眼中略过凝重之色, 说道, 冥界本来名义上便归属于道门天庭, 他们插手, 也在情理之中, 看样子, 我们也必须去找些援兵才行。 可惜了, 灵山和天庭有约, 都不得再增派高手, 不然我灵山诸多菩萨, 再来个几位, 管他多少只猴子, 也一发收手。 月光菩萨想到佛门和天庭的约定, 不由微微叹息道, 原来, 佛门和天庭也担心这道统之争闹的和风神之战, 一般难以收场, 所以, 约定, 除了不得动用大罗金仙之外, 还约定了, 除了最初下界的高手之外, 福道之间不得再增添高手, 不过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当初二者都下意识地, 没有提及明界。 因此, 地藏王菩萨派了刚度化的火头陀, 相助金国, 而孙悟空则被荡成了道门从明界请来的高手。 师父, 福道虽然约定不得从本门邀请高手, 可是这东圣神州散修也有不少, 我们何不借用散修之力呢? 日光菩萨的弟子达西鲁突然笑着说道, 东圣神州原本是道门之地, 修行之事众多, 虽然修为参差不齐, 但其中也不乏能人。 日光菩萨心中一动, 说道, 善哉善哉, 我佛门广开方便之门, 这东圣神州若是有修士愿意皈依我佛, 那我们自然也不能将它们拒之门外。 佛门开始在东圣神州招募散修, 一时间, 不少隐居深山的散修被佛门打动, 纷纷出山, 表示愿意加入佛门。 这些散修或是偶然得到修士一波的道人, 或是修炼邪法不为道门认同的邪修, 或是山中精怪, 它们被日光菩萨开出的条件吸引, 再加上对道门天庭没有什么归属, 因此便全部聚在了日光菩萨身边, 成为了经国的供奉。 第73章 散修 不过数月, 日光菩萨便招来了数十名散修, 其中有一名太乙经线的邪修, 换作古真人, 此人擅长养骨, 曾将一城百姓用来刺骨, 因此遭到道门的追杀, 不得已躲入深山,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古真人深恨道门, 因此, 他在得知佛门招揽散修后, 第一时间来到了经国大营, 宣布投靠。 日光菩萨见到古真人后, 十分高兴, 太乙经线毕竟已经算得上是三界的高端战力, 经国能够多一名太乙经线, 对战胜宋国起到的帮助, 可着实不小。 除了古真人外, 还有一些真仙和天仙散修, 虽然无法和古真人相比, 但也各有神通, 其中有一人, 身高不过三尺, 看起来如同一个孩童, 叫做杀心童子。 此人也是一名邪修, 擅长咒术, 因为自幼生的矮小, 因此讨厌所有比自己长得高大的人, 每每遇到比自己高大的人, 便暗中施咒, 咒死对方后取对方心脏炼药。 除了杀心童子之外, 还有一位真仙修士, 换作于真人, 此人乃是一只锦里成精, 做道人打扮, 因为是异类成道, 因此不得道门认同, 这次佛门招揽散修, 他也选择了投奔佛门。 其余修士, 虽然比不得杀心童子, 与道人这些高手, 不过比起普通凡俗之人来说, 还是强大了太多。 日光菩萨看向众散修, 笑道, 诸位, 你们愿意皈依我佛, 为我佛门效力, 待我佛门统一了东圣神舟, 一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杀心童子哈哈怪笑道, 多谢菩萨, 只要菩萨一声令下, 我杀心童子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于道人点了点头, 说道, 小道不才, 愿意做先锋, 斩江立功。 小人愿意随于道友同去, 俺也愿意当先锋。 这些散修出头佛门, 都急于立功, 日光菩萨见状大喜, 便让于道人为先锋, 领了新祥的实名散修, 前去阵前诺战。 临安城内, 一封道人得知城外, 有一真仙境界的道人诺战, 不由露出金融, 因为双方有约定, 太乙经仙不得对太乙经仙境界以下的人出手, 所以, 一封道人便叫来自己的一名弟子, 真仙境界的修士, 清云道人出战。 一封道人和孙悟空等人在城楼上观战, 孙悟空发现城外与道人身后妖气森森, 不由冷笑道, 看样子, 佛门又不知道从何处找了一堆替死鬼, 这些家伙都是妖族和邪修。 一封道人自然也看出来的, 神情变得有些严肃, 他可是知道, 东圣神舟的散修中也不乏高手, 如果那些人也降了佛门, 对大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清云道人骑着一只青牛, 提着一柄清风溅出了临安城。 余道人见状, 便要出战, 却被一个满头子发的修士拦住, 只见那修士怪笑道, 区区一个小道, 哪里用得着余道有出手, 今日且看某家的手段。 余道人知道说话这修士, 叫做紫天王, 是一只山鸡成精, 虽然只有天仙境界, 但在散修中名气, 却也不小。 余道人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紫天王你想出战, 那么便去吧, 不过切记, 不可剁了, 我君威风。 紫天王哈哈大笑道, 余道有放心。 紫天王提着一柄长枪, 净直杀出, 杀向清云道人。 清云道人见紫天王不过一天, 仙境界的妖怪, 不由有些轻视, 瞥了紫天王一眼, 说道, 哪里来的野鸡, 见到本真人, 还不快束手就擒, 更待何时啊。 紫天王冷笑道, 好叫你这道人知道, 本天王换作紫天王, 乃是玉松山的大王, 今日应佛门日光菩萨之妖, 特来伐送, 区区妖怪, 也敢自称天王, 该杀。 清云道人怒斥一声, 挥舞手中轻锋剑, 斩向紫天王。 紫天王挥舞长枪和清云道人交战, 清云道人虽然修为胜过紫天王, 可他并不擅长, 近身搏杀, 战了几个回合, 清云道人见胜不得紫天王, 便准备施展法术取胜。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紫天王眼中一色一闪, 手里出现了一柄雨扇, 对着清云道人便是一扇, 一股怪风凭空出现, 清云道人感觉身体一僵, 下一刻便被怪风直接撕裂身体, 一道元神从肉体中射出, 刚想逃走, 紫天王又是一扇, 清云道人的元神瞬间化为击凡, 城楼上看到爱徒被杀, 一封道人大怒, 忍不住飞向阵前, 想要出手替弟子报仇, 道友且慢, 切莫忘了佛道之约, 月光菩萨出现在一封道人面前, 笑一宁地说道, 一封道人眼中流露出不甘之色, 可也只能拂袖返回城楼上, 紫天王杀了清云道人, 得意洋洋地继续诺战, 城中众人面面相去, 都不敢出城迎战, 哼, 不过就是一左道之术, 有什么好怕的, 国师大人, 末将崇士文愿意出战, 就在这时, 一名身高九尺, 面目刚毅的中年将领挺身而出, 此人是宋国大将种士文, 武艺高强, 一身横练功夫, 纵横沙场数十年, 是个难得的猛将, 一封道人摇了摇头, 说道, 众将军永则永矣, 可对方并非凡人, 而是左道修士, 你若是出战, 恐被其所害, 总士文大笑道, 末将兄中自有一口正气在, 何距他左道邪术, 国师大人不必多言, 末将保证斩下敌将首级, 这一封道人身之中士文乃是军中速将, 在大宋军中声望很高, 如果折损在战场上, 对大宋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打击, 可是种士文一心请战, 自己如果拒绝的话, 恐怕也会凉了军心,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孙悟空突然眼睛一转,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孙悟空突然开口说道, 好, 这位将军, 你出战可以, 不过须得因我一件事情, 孙悟空乃是皇帝清风的大将军, 虽然平日里神龙剑手不见尾, 可毕竟是名义上的武将之首, 崇施文见孙悟空允许自己出战, 大喜道, 大将军请说, 末将一定听令, 孙悟空悄悄取出衣物, 交给种士文, 说道, 你既要出战, 可如此如此, 崇施文眼睛越来越亮, 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大将军放心, 末将这就去了, 崇施文下城骑马, 领着数百精锐出城, 紫天王见城中杀出一员猛将, 眼中不由闪过不屑之色, 心中暗道, 区区凡俗将军也赶来与本天王交手, 带我一扇子把他扇作飞灰, 第七十四章, 定海神珠之威, 种士文骑着一匹青葱马, 来到阵前, 见那紫天王面目凶恶, 一看便不是善类, 想到孙悟空交给自己的法宝, 心中不由有了计较, 决定先下手为强, 紫天王挥舞手中长枪杀向众士文, 同时祭出自己的扇子, 准备趁种士文不备, 一扇子删死众士文, 众士文看着朝自己杀来的紫天王,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大叫一声, 请宝贝现身, 话音刚落, 只见崇士文身后豪光大放, 紫天王被黄北看过清东西, 只隐隐约约, 感觉有什么东西朝自己袭来, 紫天王心想, 想, 那凡人顶多以金铁兵器偷袭于我, 我且吃他一击, 待能看清东西时, 再来灭他, 还不等紫天王细想, 一颗明珠放着豪光积在了紫天王的身上, 然后, 紫天王整个人都化为积粉, 散落一地, 那贼将, 竟敢害我兄弟, 遇到人身后, 一赤脸大汉, 见紫天王被杀, 不由勃然大怒, 他叫做目露王, 是一只迷路成精, 与紫天王是多年好友, 目露王妃向重诗文, 手中一根棍子, 直接砸向重诗文的头颅, 重诗文还在震惊孙悟空放在自己身上法榜的厉害, 剑又杀出一个敌人, 不加细想, 直接又是一声大喝, 请宝贝现身, 啪又是一道豪光, 目露王也化作飞灰, 烟消云散, 孤东, 于道人身后重诗事, 全都露出金句之色, 就连于道人自己, 也闪过一丝畏惧, 你们谁去擒拿那送交, 于道人看向身后, 重诗事连连摇头, 不敢出战,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旁门左道, 谁敢出来战我, 总诗文见自己身上的法宝, 如此了得,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手中长枪一挥, 带着身后数百清兵, 直接杀向金军阵营, 于道人见重诗文朝自己杀来, 被吓得面色苍白, 想也不想, 化作一团水气, 直接顿头, 其余修士, 也一晃而散, 金军见将领们全跑光了, 一时间都愣住了, 被总诗文趁机杀入阵中, 斩杀金军无数, 城中宋军也趁机掩杀, 金军大败, 被迫后撤数十里, 安盈扎寨, 哈哈哈哈, 大将军, 你给我的法宝也太厉害了, 那些左道之士,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啊, 总诗文率领兵马回到城中, 满脸激动地说道, 孙悟空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心道, 先天领宝对付一些真仙, 天仙境界的修饰, 那能不厉害吗? 原来, 孙悟空将自己炼化成功的一颗定海神珠放在了种诗文身上, 遇到敌人后, 孙悟空直接暗中催动定海神珠, 这定海神珠作为先天领宝, 便是太乙精仙哀上一下也不好受, 那些真仙, 天仙境界的修饰, 如何能够抵挡得了啊? 不过孙悟空相信, 这样的手段, 迟早会被日光菩萨识破, 不过孙悟空也不在乎, 识破了大不了就发起太乙精仙境界的战斗, 孙悟空自信如今的自己, 应该能够打败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 至于那个什么火头陀, 以一封道人等人的实力, 总不至于败给火头陀, 金军迎战, 于道人满脸羞愧之色, 他本来想在日光菩萨面前露脸, 没想到, 却被打得损兵折将, 手底下修士都战死了几个, 实在是丢了大脸, 日光菩萨皱着眉头, 听完于道人对战场的描述后, 日光菩萨说道, 看样子那宋将手中, 应该有一件威力强大的法宝, 此时非战之罪, 只是不知道那人手中的法宝, 究竟是什么, 于道人羞愧道, 我请菩萨恕罪, 日光菩萨摇了摇头, 说道, 于道友不必戒怀, 待明日我亲自去看看那宋将, 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第二天, 日光菩萨让于道人继续出战, 暗中将自己的日经轮, 藏在于道人身上, 于道人骑着马来到镇前诺战, 崇诗文昨日胜了, 心中信心百倍, 立刻纵马而出, 总诗文见到于道人, 激笑道, 本将军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昨日, 那个丑道人, 怎么, 昨天跑得挺快的, 今天怎么还敢来送死, 于道人冷笑道, 无知的凡人, 不过仗着法宝之力而已, 今日我已经找到克制你那法宝的办法, 看你还怎么嚣张, 总诗文文言, 心中略微一慌, 不过他, 还是坚信孙悟空法宝的神威, 也不多说, 直接大声说道, 请宝贝现身, 话音刚落, 崇诗文身后豪光大放, 于道人感觉眼前一片绚烂, 心中略过不安, 正待要逃, 一颗明珠已经砸在了于道人身上, 于道人身前浮现一道日轮, 挡住了明珠, 于道人健壮,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但很快, 他的脸色便僵硬了起来, 咔嚓日轮突然发出一声脆响, 然后化作一团火光, 飞向天空, 步于道人口中发出一声惊呼, 下一秒被定海神珠击中, 身体一僵, 然后化作积粉, 随风飘散, 京军士兵们鉴于道人被杀, 大惊失色, 崇诗文趁机率领大军杀入京军阵中, 京军再败, 尸骇遍野, 哈哈哈哈, 大将军, 你这宝贝也太好用了吧, 有这宝贝在, 任由, 藩奴如何厉害, 都不是我军的对手啊, 种诗文得胜回城, 远远看到孙悟空, 立刻兴奋地说道, 孙悟空却皱起了眉头, 今天遇到人身上浮现的日轮, 很明显是日光菩萨的法宝, 看样子, 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定海神珠虽然是先天灵宝, 但也并非无敌的法宝, 佛门是大, 法宝众多, 若是被他们找到破解定海神珠的法宝, 接下来的战斗,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金军营中, 日光菩萨脸色凝重, 他的掌中, 躺着自己的法宝日经轮, 只不过此时日经轮上面, 已经布满了裂痕, 好霸道的法宝, 我这日经轮, 好歹也是十二重精致的后天灵宝, 居然被一击击快, 日光菩萨语气显得十分沉重, 月光菩萨和火头陀, 也都脸色难看, 显然, 他们也察觉到了种诗文使用法宝的强大, 哈哈哈哈, 区区一个宋将, 诸位何必如此忌惮, 待我略失小数, 便能灭了那丝,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狂笑, 一个身形矮小的诸如大笑着站了出来, 众人一看, 原来是杀心童子, 第七十五章, 波动因果, 就在日光菩萨等人对种诗文无计可施的时候, 杀心童子站了出来, 笑说自己有办法对付众诗文, 报, 城外有敌军挑战, 孙悟空和一封道人等人正在城楼上商议, 突然有士兵来报, 城外有敌军挑战, 孙悟空文言, 说道, 来者不善啊, 看来, 敌人已经找到破解我法宝的办法了, 一封道人点了点头, 说道, 应该是这样没错了, 李清赵文言, 问道, 那接下来, 该怎么办啊, 孙悟空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他不想一直在这里耽搁下去, 他与师父须菩提祖师约定的五十年之期已经快到了, 他想要在五十年之期到来之前, 先炼化定海神珠, 然后突破大罗金仙境界, 而不是在这里剃道门卖命, 报, 崇士文将军率领兵马杀出去了, 连日大劫的崇士文没有等一封道人的命令, 便直接带领兵马杀出城命战了, 崇士文来到阵前, 见来人竟是一个小侏儒, 不由嘲讽道, 看来金国无人了, 连你这等小丑也能上阵为江了, 杀星童子眼中杀鸡一闪, 冷笑道, 无知凡人死到临头由不自知, 崇士文文言, 哈哈大笑道, 小小侏儒好大口气, 我有宝贝在手, 谁能杀我, 杀星童子冷然一笑, 说道, 你七日后必死, 说完, 直接化作一道黑风, 消失在了战场上, 崇士文见状, 满脸迷惑, 见金军退回营寨, 崇士文也只得带兵回城, 自那以后, 金军高挂冕战牌不再出战, 崇士文叫了几次阵后, 也只能退回城中, 金国大营, 杀星童子扎了一个草人, 上面写着众士文的名字, 开始日夜祭拜, 嗨嗨, 种士文病了, 刚开始, 一封道人和孙悟空都没有在意, 毕竟种士文只是一个凡人, 生病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 让孙悟空没有想到的是, 种士文居然会一病不起, 孙悟空站在种士文的床前, 只见原本魁梧的种士文已经变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双眼无神地看着孙悟空扯了扯嘴角,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是却没有能够说出生意, 一封道人沉声道, 这不是病, 这是被左道之术算计了, 孙悟空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是我们大意了, 没想到那些家伙, 居然会对凡人使用这等阴邪之术, 李清照看着往日阴姿勃发的种士文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由有些难过, 对孙悟空哀求道, 师父, 你救救他吧, 孙悟空眼中混沌之色一闪, 他看到种士文的二魂六魄已经散去,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命魂尚在, 面对这种情况, 孙悟空也无计可施, 摇了摇头, 孙悟空叹息道, 太晚了, 如果早些发现, 或许还有破解的办法, 种士文死了, 他死时, 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 显得格外的凄凉, 宋军将士送了种士文最后一程后, 全都一份填膺的情战, 要与金国大军决议死战, 孙悟空看着手中的定海神珠, 他知道, 种士文的死, 与自己将定海神珠寄放在他身上不无关系, 虽然孙悟空知道这件事情不怨自己, 不过孙悟空还是决定替种士文报仇, 看着手中的因果线, 孙悟空眼中闪过一缕寒光, 然后挥手招来一座祭坛, 开始做法, 因果之道, 俺老孙也会, 孙悟空说完, 祭出明书, 开始施展因果之道, 杀心童子咒死了重士文, 在众人面前好好地露了一次脸, 他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的功绩, 完全没有料到, 自己也即将面临危机, 杀心童子咒死了重士文后, 日光菩萨大喜, 便委任杀心童子为先锋, 领兵进攻临安城, 数万金国大军兵临城下, 凡人的军队虽然在战斗力上比不上天兵天将, 但是在杀气上却一点也不逊死, 临安城内, 孙悟空拨动因果线, 正骑在马上的杀心童子, 感觉心里意涵, 下意识抬头看向了天空, 轰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将杀心童子的旗杆劈成两半, 大人, 汉天雷劈断了旗杆, 这是不祥的预兆, 要不我们暂且退兵, 一名金军将领骑马来到杀心童子身边说道, 晴天霹雳本就不祥, 还好巧不巧地劈倒了旗杆, 这就更加让金军心里发毛了, 杀心童子正忙着立功, 虽然心里也有少许不安, 不过还是正色道, 怕什么, 不就打了一下雷吗, 想来是盗门耍的把戏, 不过是些小倒数, 本大人也会合足为惧, 这, 接下来, 金军开始了心惊胆战的旅途, 一路上, 洪水, 山崩, 地裂, 狂风, 各种天灾接踵而至, 并且, 这里面完全找不到任何神通的痕迹, 这一下, 杀心童子也有些害怕了, 他的杀心咒本就有商天河, 身上的因果, 那是密密麻麻, 数之不尽, 孙悟空将他所有的因果线纠缠在一起, 因此, 他一生的霉运都会在同一时间发生, 因为这本就是杀心童子应该有的报应, 所以, 他察觉不到这是有人在算计他, 奇怪, 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杀心童子没想到, 区区五十里路程, 数万金国大军居然会折损近半, 这个时候, 杀心童子就算想返回金国大营也没有办法了, 无功而返本就不好, 还折损了数万兵马, 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杀心童子实在摸不开面子, 一位骑着白鹤的童子正在天空前进, 正好看到了杀心童子, 顿时, 白鹤童子眼中流露出浓郁的杀意, 这白鹤童子也是杀心童子的因果之一, 白鹤童子的师父曾遭到杀心童子暗算, 被骤死在了洞府中, 原本白鹤童子一直找不到杀心童子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出门, 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电闪雷鸣, 觉得奇怪上前查看, 居然正好看到了杀心童子, 好你个杀心童子, 今日看你还往哪里逃, 白鹤童子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长剑一挥, 数十道剑气直奔杀心童子而去, 正其在马上的杀心童子抬头一看, 顿时头皮发麻, 连忙纵身一跃, 躲过了剑气的攻击, 可怜胯下战马, 被剑气击中, 顿时化作满地血弱, 白鹤童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杀心童子认出了白鹤童子, 顿时脸色苍白, 白鹤童子精通剑道, 乃是剑仙一脉的高手, 杀心童子可不是白鹤童子的对手,